大学里边人才太多了 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就是你都不知道这个人 他怎么就跑这来了 对吧 看你个这个小孩 骨骼轻奇 对吧 你怎么就到这来了 怎么就认识我来呢 对吧 你也不知道他当年考大学 他怎么想了 他就考那么点分 然后他就来了 什么人都有 今年改革了 今年院校专业组改革了 原来是单目可报功科 然后就会原来的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功科跟文科 会在同一个组出现 比如说老师 我计算机电的信息 他跟什么专业放在一块 跟社会工作放在一块 跟新闻传播放在一块 他是一个组 但是今年改革了 所有的理工农医专业 都在BUB化组 你只要不报BUB不限 你一定是理工科 什么小孩 什么唱歌表演很擅长 家长我这么跟你说 他到大学里边 他就会发现 有人比他更擅长 我们这部间小伙伴 上过大学的朋友 可以说是 你们可以说是不是这样 你当年你在你自己的 那个小范围里 你觉得你很擅长 你相信我到了大学以后 你会发现有人更擅长 因为大学里边 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真的 你到了大学里边 你会发现 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我的天哪 人才多的 人才太多了 大学里边人才太多了 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你都不知道 这个人他怎么就 怎么就跑这来了 对吧 看你一个这个小孩 骨骼清奇 对吧 你怎么就到这来了 怎么就认识我来呢 对吧 你也不知道他当年 考大学的怎么想 他就考那么点分 然后的话就来了 什么人都有 那一年 我还说什么 我记得有一年 有一个好像是少阳学院 好像是湖南少阳 有没有湖南少阳的 湖南少阳有一个少阳学院 校园十大个手比赛 有一个小孩 从侧脸长得特别像我 那个视频都火了 就因为那个小孩长得特别像我 底下纷纷挺论说 这是不是我留在湖南的 你们看过那个视频吗 就是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吗 我没看过那个视频 听起来很好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的 就是有一个小孩就是 校园十大个手比赛 然后的话 从侧脸一拍 长得超级像我 回头大男你可以找一找 好 网上有那个视频 然后底下评论 他就是赵雪红的孩子 给我点赞 我点到180 点到180我们再连外 是什么事不是 是什么事 我给你们找一找 哈哈哈哈 看哪个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 你自己心里虚 你总认为别人看不起你 其实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 我们在同样的 比如说他构造了一个好的211 和一个985的话 家长 这个没答案 自己挑 自己去选 这个我们都不给答 我们都不给答案 家长 我说你去21吧 孩子上学的时候 这个王八蛋不让我上985 我说你上985 毕业以后不好找工作 这个王八蛋 然后选择985 我怎么选择 好的 懂了 懂了 大概知道了 那个 那个 我再问你 就是有一些 我现在理解的 像什么西郊利物浦 这种中外合作办校 它是那种 也比较浪费孩子的分 但是如果 我们选择 就是这种985 或者211的学校的 这种中外合作报校 别的校区 这种的话 选择 毕业证 或者说 拿到的毕业证 是一样的吗 这是一样的 而且会受歧视了 一模一样 你不说别人 都看不出来 那他在学校里面 受到的教育 包括在未来的话 就是孩子会不会 第一人一等啊 在那个学校里面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不会 那是你自己的感觉 那是你自己 成天想着 我中外合作办学的 我比较第二 是不是 哎呀 别人是不是看出来了呀 你的学生证上 根本就没写 你的毕业证上 也不会写 是你自己心里边虚 当你自己心里边虚的时候 就是当你自己觉得 你长得丑的时候 别人看你的时候 你在想 他是不是看我 先我长得丑 他是不是顶着我 说我长得丑 就是这种东西 是你自己心里虚 面上不会有任何 好的好的好的 大家知道了 好谢谢 谢谢老师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大家能理解吗 把你说我说的对吗 对吗 就有的时候 这是这种 你自己心里虚 你总认为 别人看不起你 其实是你自己 看不起你自己 大家说对吗 你认为别人看不起你 其实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 是你自己虚 这个就特别像什么 就特别像我去年年底 差点没被人告过那个事一样 对吧 我说 我说 我说这个 舔 对吧 大家就觉得说 你看不起 其实不是我看不起 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 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 真的 各位这部间的小伙伴 咱们都 咱在社会上混这么多年了 大家觉得舔是贬义词吗 你们觉得舔是贬义词吗 舔是一种能力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舔的 舔是一种能力 大家说对吗 不是所有人都会舔的 开玩笑 你倒想会舔了 你不会 舔不对地方 它是一种能力 对吗 就是说 这个人真能舔 这是贬义吗 是你认为 舔是贬义 是你认为 为别人提供情绪价值 就低人一等 谁说的为别人提供价值 就低人一等 对吧 就跟刚才那个家长一样 说老师 我中外合作办学的 我会不会低人一等 那是你自己心里认为 你低人一等 没有人会觉得 你低人一等 你毕竟是这个名校的 因为你毕业证 学位证 你都是一样的 你说老师 我会不会低人一等 或者怎么样的 是你自己心里在认为 我低人一等 我比人家少多少分 其实别人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反而会觉得这个人 你看有眼力见 会提供情绪价值 我愿意跟能为我们提供情绪价值的人 在一起 你这四个事 我都提了好多遍了 没上热搜 但是这个事 我真的非常希望他上热搜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北游 北游就可以冲 他没有边缘专业 他没有你不想上的专业 北游没有代化学的专业 他是上不了生化环材 北游没有动力学的功课 北游没有机械 北游没有机械 北游没有航空航天 北游没有土木 北游没有水的水电 北游没有生化环材 最差最差的专业可能就是自动化了 你也能接受 冲 放心大胆冲 你说老师我差五千位 试试 反正那么多志愿 冲 放心大胆冲 对吧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怎么样 无条件转出专业 无条件转入专业 无条件转入 你说老师 我想学计算机 我本科入进去 录的是兽益 完了我要转计算机 无条件转出 无条件转入 放心大胆冲 这个也放第一个 放心大胆冲 你先进去再说 无条件转出 无条件转入 你这种 放心大胆冲 但是有的转业 有的学校 不考进全校前3% 你就没有转专业资格 这种学校 靠边展 所以说我经常跟那帮 学校招生班的老师沟通 我说我 我再次提一点 因为那这四个事 我都提了好多遍了 没上热搜 但是这个事 我真的非常希望 他上热搜 向所有大学招生班 提四点建议 一 转专业政策 能不能为我们的同学们 设置的宽松一些 转专业政策 不要太严格 不要在录取的时候 还要录取到哪个专业 啪 一锤定中生 最起码在转出政策上 不要设置太高的门槛 你说老师 我这个 你学校说 老师 我这个好专业 办学能力有限 我不能把所有的学生都找过来 你转出政策 能不能宽松一些 你转入可以有考核 但是你转出政策 能不能宽松一些 你别动不动 全班就几个人 能转专业的名额 还必须得考到前级 我都考到前级了 我转个屁专业 一转专业政策相对宽松一些 尤其是在转出政策上 第二个建议 强烈建议 各个学校在入学的时候 给那些录取到不喜欢专业的同学 入校考试转专业的机会 我虽然是这个学校的倒数第一 只不过我在考大学的考试的时候 我他妈马虎了一道题 我就因为马虎了一道题 你就直接给我钉死在这个专业上吗 我觉得不公平 各位大学的领导者 大学的管理者 我们都是考过大学的人 我们知道考试发挥 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 给那些在考试的时候 发挥的没有那么好的学生 入学考试转专业的机会 你可以名额少 但是你有机会和没机会是不一样的 三双学位应开尽开 学生能不能毕得了业 他能不能学 他会不会让他的大学期间更忙碌 导致他双学位毕业率低 那不是咱们学校该考虑的事 那是学生考虑的事 你既然来上我的双学位 你就做好上大学忙碌的准备 但是你不开 你不给人家机会 这不是一个自由大学之道 四 在新工科 新农科 新医科 新闻科的建设道路上 各个大学应该敢首创 敢创新 在传统工科和就业压力比较大的专业 在他们的培养方案上 加一些现代化 现代企业对于学生的要求 所需要的一些工科 比如土木 你能不能智能建造 加些计算机的专业课 加些电子信息的专业课 比如像文科专业 你能不能加一些计算机的专业课 电子信息的专业课 这个专业课可以不算必修 算选修 但是你让孩子在上大学的时候 能够学一些热门工科的专业课 一让他的技能得到提升 二他就算考研跨专业考的话 他专业课可以在学校完成教学 而不是自己拿着一本书 硬啃 四点建议 转专业政策宽松 入学允许学生入学考 不强制参加 我上次提这个建议的时候 很多大学生在底下叫唤 我好不容易考我大学考完了 还不让我玩会儿 还他妈入学考 你不参加可以不去 你暑假爱玩玩去 给那些希望在入学的时候 转专业的同学们一个机会 三双学位迎开静开 四在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闻科上 各个学校敢首创敢创新 敢于改变自己的传统培养方案 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出路 四点建 所以说我呢 只有建议一圈 值不值行 我说了不算了 所以说真的做教育是要讲良心的 就包括我们说 有时候说是做新闻也是要讲良心的 我可能我估计啊 我说了 我说了半天 说了一大堆为同学们 为家长们 说大点为国家 因为我们大学生逼不了业 最着急的是谁 最着急的是国家 每年两会大学生就业问题 都是重点关注问题 我也就能建议成这样 至于执行不执行 那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的 第一个地位叫做金钱地位 什么叫金钱地位 我爸就当成定房 一天多六百 我花得起 一个月一万八 我花得起 这叫金钱地位 我爸做手术 他最后做手术 其实根本就救不了他的命 但是怎么样 他能不疼 他们没有那么疼 十二万 最后我爸没有那么疼 我值 我愿意花了十二万 这是你有钱你说这话 你没钱怎么办 我同学这叫金钱地位 还有什么地位叫什么地位 叫社会地位 为什么 担任病房 为什么你能住 那么多人做 江峰广工经济都不差 对吗 花钱都不成问题 但凭什么你能住 各位家长 我们生命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吧 你别说担任病房了 你找医院好客室 一张床位 你都别找 好了 他一张床位 就会学一下 了 可以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